中共经济崩溃引发恐慌 股市蒸发近1万亿美元 当地时间11月18日 据报道 由于中共国股市在2023年损失了近1万亿美元的价值 世界经济已进入红色警戒状态 而且据信还有更糟糕的情况发生 中国经济已触及崩溃边缘 这意味着全球市场也面临风险 据报道 自今年年初以来 在国外市场上市的中共国股票已累计损失了9550亿美元 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共国房地产市场的混乱 阿里巴巴等一些中共国最大公司的股票 下跌了10%到52%不等 这一数字在北京精英阶层中引起了震动 另外 由于中共国的市场和经济看起来摇摇欲坠 客户越来越害怕在中共国投资 10月份 摩根大通的数据显示 由于金融专家开始对中共国经济的潜在崩溃发出警告 投资者已经抛售了120亿美元的主要股票 投资公司在接受采访时说 中共国经济的变化将引发股市的被动抛售潮 尽管中共国正在尽最大努力保持经济运转 同时降低利率和银行必须持有的资本额 从而提高其放贷能力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 债务数字意味着中共国目前的增长速度 根本无法维持太久 根据本月早些时候公布的数据 中共国经济在9月份之前的3个月里 出现了118亿美元的外资逆差 这意味着外国企业正在将资金撤出中共国 因为他们担心如果北京经济崩溃 他们可能会损失数十亿美元的资产 预计中共国经济的任何重大下滑 都将引发全球经济衰退